昨天黄珊珊谈的是新创 怎么突然又讲到万华呢 之前黄珊珊在什么时候 10月8号才说 不要再消费万华了 怎么突然在直播上面 又把万华拿出来讲 其实因为今天是国门开放 经过了939天 我想很多人在今天这一刻 特别是从事旅行业的人 大概感触特别多 过去这900多天 他们的日子真的很辛苦 其实这900多天防疫 我觉得在第一线担任指挥官的人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一定都会面临很多抉择 也一定会面临很多压力 你说辛苦 我觉得大家都辛苦 这个时候去比赛说 谁比较辛苦 或者谁比较会哭 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重点是 如果你说过不要消费万华 那为什么在会突然会掉眼泪呢 而且其实我从1998年 黄珊珊以新党的名义 第一次当选台北市议员 我就认识他了 我只能说他现在的黄珊珊 尤其是在镜头前公开掉泪 黄珊珊跟我以前认识的黄珊珊 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就他的个性并不是 那么容易掉眼泪的人 那当然因为我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哭 只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谈 这个万华的疫情 不是不能谈 可以谈 过去万华的疫情 有什么缺点 我们可以进行教训 可是这个时候去谈 然后前几天才讲说不要消费万华 这个时候却为万华来掉眼泪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那么的 言不由衷 或是心口不一 那其实你如果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稍微第一阶段的总成绩的话 过去这两年多来 台湾的防疫成绩 我不敢讲世界第一 但至少是名列全毛 不管我们的超额死亡率 是全球排名第三名 如果你把人口很少的 劣质敦斯敦扣掉的话 我认为是全球排名第二 我们的每百万人的死亡率 我们的得到武汉肺炎的致死率 都在全球名列全毛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说因为 个人的选举利益 然后去批评说过去两年 把去年过去两年多防疫 批评的一无是处 我觉得也未免有失公允 那陈时中是防疫的指挥官 他也不会觉得说 过去这段防疫都是他的功劳 那防疫本来就是很多人的功劳 可是呢 所有的过失他要一个人扛 甚至连不是他讲的话 也要硬塞他嘴巴里面 比如说讲 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 最常批评说 说陈时中说万华是破口 陈时中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 他从头到尾没讲过这句话 是次长说的 对 而且次长不小心说快了 说溜嘴 陈时中还帮次长倒天好几次 结果你把他 不是他讲话硬塞在嘴巴里面 我觉得评论过去的防疫 你必须是相对比较公允一点 不能只讲缺点都不讲优点 你想想看 大家记不记得当年武汉包机 第一班飞机是谁坐在那个飞机上 那个人叫王必胜 当时还没什么人认识他 我当时看到电视画面 我就想说这个医生好勇敢 因为当时武汉的情况根本没人知道 他竟然可以坐在飞机上 直接跟着就飞到武汉去 请问到今天有谁记得这件事情 大家只记得他们做错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黄珊珊担任台北市防疫 都中央的防疫一无是处 请问如果过去两年多 中央的防疫一无是处 我们今天还能快快乐乐在这边选举吗 今天还有很多人 下午马上有一团要坐飞机 要去马来西亚冰城了 你觉得这些难道不是过去防疫成绩拼来的 换来的今天的成果吗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有死人啊不好 疫苗打不断啊不好 你们永远都是用100分的标准 来检验这个指挥中心 来检验台湾的防疫政策 全世界有谁是真正的100分 我们过去大概一二十个月 我们的出口是不断持续的成长 为什么出口持续不断成长 因为这些机师屡付这些重责 把这些不管是晶片或什么东西 不断的去行销到全世界 然后结果他们领的是什么 也是固定薪水 可能有一些惊贴但是他们牺牲了什么 牺牲是他们人身自由啊 全台湾的2400万人里面 有多少人看到 机师自己本身的为台湾的牺牲 没有 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万华万华万华 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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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到万华市场 但为什么只有他们的牺牲 被这么多人看到 因为台北市政府非常会操作 因为也许万华市场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选票啊什么什么 可能有一些早提前布局啊 为这一次选战啊 包括三餐固装啊 都有可能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防疫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为台湾牺牲 每一个人为台湾牺牲 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谢谢他 但是不要把任何一个特定族群的牺牲 变成是你选举上攻防的重点 因为其实你就是在撕裂台湾 那第二个状况是 我也觉得选举选举 我以一个台北市民来讲 我其实很难过 过去这二十几年 其实台北市几乎没有太大幅的成长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成长 房价越来越贵越来越买不起 然后房子越来越老 然后呢 就住老人住老房子的情况越来越多 到目前为止 请问这三位候选人 谁能具体的告诉我 台北市的都更政策要怎么做 老人老房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你们不要一直在讲谁西瓜 什么讲那些有的 如果选举是打负面选战 那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名嘴都很会选 我们来选就好了 所以选举不是只要负面选战 讲到台北市的防疫 我个人认为 那个ban是谁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需要还原历史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难体谅 通常昨天突然掉泪 某个程度 是不是在这个沙喀都的选情当中 他是有可能会被边缘化 而感到焦虑而掉泪 还是真正是属于 因为在防疫过程当中 回想到过去 可是如果说你到现在 选战打到现在 正当大家要规划 未来的市政来蓝图的同时 他一直在回想 这个防疫的过程会种种滴滴 特别就强调的是 所谓陈时中 为什么没有考100分的 那个不足分数的部分 你到底为什么没有考到 这些分数的情况底下 我这不免会让人家勾起说 他其实在创造一个仇恨值的可能性 一来担心自己被边缘化 二来再创造一个仇恨值 不然的话在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边境管制解除的日子 绝大部分国人都想说 我要去日本玩 或者我要去韩国玩 我去东南亚玩 我要去哪边玩 都会规划说我要怎么去玩 正当大家在享受这个 防疫成绩红利的过程当中 他越挑起这个防疫过程当中 让国人感觉到遗憾的地方 就是要制造这个仇恨值 为什么要制造这个仇恨值 你看蒋万安的整个声势 某个程度 因为种种的因素情况底下 好像有拉抬起来这个迹象 但是在后续的情势 又加一个韩国瑜的出现 韩国瑜的出现的情况底下 如果韩流能够再起 最大的收益者是谁 当然是蒋万安 如果蒋万安创造一个在蓝白之间 能够倾向蒋万安的一个局势的话 对黄珊珊当然更加不利 所以黄珊珊在种种因素情况底下 会掉下这些远类可以想象 但是黄珊珊我是觉得 他有两个情势误判 第一个他误判 他以为韩流情势会再起 韩流情势要再起的前提是什么 要讨厌民进党一个氛围 前几天我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 林喜耀就讲很清楚 在民党内部的民调当中 民进党的基本盘都非常稳 民党的支持度还是相当高 并没有被讨厌民进党 讨厌民进党的操作并没有成功 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很显然 对柯文哲的执政没有信心 柯文哲如果执政 像他平常讲那么好的话 他怎么会被边缘化 第三他或许对整个选战的历史 不太清楚 如果从以前台北市第一次的沙卡都 1994年那一次选举 很清楚创造的选民的结构 就有他的分众的倾向 所以在分流之间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最有可能分流 还是蓝与白之间的分流的可能性 所以说吴子佳才会操作 所谓的弃掉谁 都不会有陈时中的因素 因为只有这两股会合流 不可能陈时中会被合流 所以这个操作模式 是从这个选战的架构而来 我觉得昨天 这一个黄珊珊的眼泪 在某个程度 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认为是白流了